dji pakistan 轉成橫式的 hdi 輸出 除此之外 我可以用外掛的這個搖桿式的控制平台去控制他的方向 左邊 右邊 上 下 roon in 除此之外我也可以將 數屏的這個dji pakistan轉換成數屏的 hdi 輸出 連接這個搖桿式的控制的雲台 左 右 上 下 數位放大 除了連接 hdi 之外他還有一路的 uvc bypass 你可以同時接你的電腦的 obs 當然還是可以控制 左 右 上 下 數位放大 當然還是有聲音啊我只把聲音關掉 Hello yes 橫式的dji轉橫式的 hdi 輸出 而且啊 可以在 obs 直播 一樣可以控制 左 右 上 下 數位放大 如何將你的dji pakistan 轉換成 hdmi 而且還可以控制 連接到我們公司的這款 uvc hdmi的雙模轉換器 他可以上下 左右 然後這邊可以轉圈圈 那這一個東西要上電 這個地方叫dc5伏特給他上電 接下來的玩法就跟我們開頭影片一樣 可以用的搖桿做控制 你看左邊 右邊 上 下 上 做錄音一錄到 轉轉圈圈 這樣子 這邊可以轉 再向右邊一點點 目標這一個娃娃 好 轉轉進來一點哦 這樣子 這樣啊就可以利用我們這個 外掛式的搖桿式雲台 去控制我的dji pakistan 那除了 hdmi 輸出之外 他還可以uvc 的輸出 你看啦 這一個地方 我們開始連接這個 hdmi 的這個輸出 他事實上啊這邊有個 usb 套 只是我現在的 usb 套 我是連接這個 變壓器 如果我把這個東西 我連接到我的 pc 的話 那麼你的 pc obs 也可以抓得到畫面 我可以用我的手去控制 左 右 上 下 我們現在是橫式的嘛 那如果把它變成竖屏的話 我把這邊設定 變成竖屏的顯示 這個 lcd 是呈現的是竖屏 我要怎麼將我的竖屏的這個dji pakistan 也是竖屏的呈現在我的電視上面 這個畫面啊是你一般市面上的 ubc 轉 hdmi 轉換器會長這樣子 他會有左右黑邊有沒有左右黑邊 我們家的轉換器啊 可以在這個內網的設定 設定完之後 他就變成全螢幕滿框了 那麼我們的預設值 是一開始是橫式的 如果你的特殊需求是 竖屏就像這樣子 竖屏的拍攝 我們等一下就要用這一個 parameter的設定 連接你的電腦 去把一些參數改一下 就可以變成竖屏的全螢幕了 我們現在就是要連接這個的parameter設定 用個usbc的傳輸線連接進來 這一端就接你的電腦 我們再打開瀏覽器 172.20.13.168 你看就是這個網子 第一個混合器這邊 這邊要先轉90度 270 轉完之後 電視就變成全螢幕了 我們再把它轉成90度就可以了 哎好像轉反了 我們的電腦可以再控制回來 我們還是轉270 現在我轉成90度就可以了 轉回來了 你看畫面是正常的也是可以控制 但是我們現在抓到的uvc是1920x1080 橫式的uvc 所以那個畫面會比較差 我們現在要由電腦去抓 1080x1920的uvc 這個細節啊我們公司有顧到 這個input B的地方你看他的解析度是 1920x1080 所以我這邊是把他的左右會邊給拆掉 然後再把他拉大 這解析度變很爛 所以我們要抓到的是1080x1920 這個 套用 儲存 這樣子啊你的電視產生出來解析度才是最漂亮的 我們現在電視 呈現的畫面是真真實實 1080x1920的uvc 去轉成的hdmi 這畫面才是最清晰的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做控制沒有問題的你看左 右 上 下 數位放大數位縮小數位放大 一樣的道理啊我有個在電腦的obs呈現了 你看現在你的dzipaket3變成素瓶的hdmi 還可以在電腦obs呈現 我還可以做一個控制啊你看 右 上 下 數位放大數位縮小 上 數位放大 我們要總結一下吧 dzipaket3轉換成hdmi 我們是用這個hdmi uvc 雙模轉換器 控制啊也是連接在上面的 但是我目前這個轉換器的USB 輸入就只有一個而已 所以我這時候我先加一個hub 把它連接到 dzipaket3 還有這個控制的雲臺 我們下一個版本 大概會有四臺五臺吧 會做出一個 這個雙USB的 這個input a 由hdmi 把它變成 usb in 這時候控制雲臺就連接這個 input a 隨便啊都可以啦 這時候就不用這個hub 就可以丟到旁邊去了 好 那麼 這樣啊我們就可以實現 dzipaket3 轉hdmi 還可以連接這個控制的雲臺 這樣子 打開 杳集 調 打開